这张照片是袁世凯年轻时期的照片 袁世凯出身于河南相城的一个官宦豪强之家 其叔祖父袁甲三曾官至曹运总督 生父袁宝中是袁家长子 也是袁寨的长家人 养父袁宝庆官至二品 叔父袁宝衡也官至刑部侍郎 可以说袁世凯在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官父二代了 这张照片是袁世凯担任 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时期拍摄的照片 袁世凯也曾想通过科举入室 但是屡事不地 他心灰意冷 于是投奔了养父的结拜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实为怀军统领与宝庆交情甚后 于是对袁世凯被加重用 袁世凯在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 就随其前往朝鲜平乱 随后一路升迁 仅23岁就帮办朝鲜军务 在26岁的时候 就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 交涉通商事宜大臣 未同三品 可谓是年少得志 这张照片难得一见 身着盔甲手持宝剑的袁世凯 此后袁世凯一直驻守朝鲜 并一度把持朝鲜的内政外交 俨然成为了朝鲜的太上皇 虽然此举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弹劾 但是李鸿章还是坚持叫袁世凯驻留朝鲜 在当时日俄都想对朝鲜进行渗透 并以其为跳板图谋中国利益 当时袁的强硬无疑有效遏制了日俄的渗透 这张照片是身着便服的袁世凯 如果不知其人 猛一看是不是很像一个土财主呢 由于袁世凯在朝鲜的干扰 日本人的很多阴谋都没有得逞 于是派人暗杀袁世凯 但是都没有成功 就这样袁世凯一直在朝鲜待了12年 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 袁世凯才开始回国 回国之后 袁世凯在李鸿章和荣禄的举荐下 开始在小战练兵 并培养自己在军中的势力 作为北洋三杰的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 就是在此期间跟随袁世凯的 并且在日后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 这张照片是身穿蟒袍的袁世凯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7年 此时的他被着身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真正进入了清朝的权力中枢 成为左右清末政局的权臣 在光绪和慈禧死后 宣统皇帝溥仪登基 其父纯亲王崽峰做了摄政王 因为在戊戌变法中 袁世凯出卖了违心派 此时手握大权的崽峰 欲杀掉袁世凯 为其兄光绪皇帝报仇 但是袁世凯树大根深 崽峰也有些忌惮他 于是便将其罢官 叫其回乡养病 这张照片就是袁世凯被罢官后 在环尚村垂吊时的情景 虽说被罢了官 但是袁还是掌握着朝廷的一举一动 并暗中操纵着他的北洋救部 武昌起义之后 北洋军不听朝廷调遣 朝廷无可奈何 只得请袁世凯出山 袁世凯利用手中北洋军 一面胁迫革命军让他做大总统 一面胁迫清帝退位 终于在1912年2月15日这一天 袁世凯被选为民国大总统 这张照片并不是在2月15日当天拍摄的 而是在3月10日这一天 在北京就职时拍摄的 在1912年2月29日 袁世凯治下的北洋军阀 曹昆的第三阵一部 在北京滑遍 该滑遍波及宝定 天津等地 京津一带一片混乱 经此一遍 袁世凯得以留在北京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兵变 又称人子兵变 徒为人子兵变时期的影像 北京乱兵在崇文门 东华门等处劫掠 前门外的朱氏口 罗马市大街 琉璃厂等处也有店铺被抢 帝安 东安两门外的火势最为猛烈 在美国摄影师詹布鲁恩的镜头中 民房商铺被毁 平民惊恐为官 东单牌楼被烧得只剩下了半边 徒为人子兵变时期的北京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2年 是袁世凯纪念辛亥革命一周年的阅兵现场 在1912年10月10日 在武昌起义一周年之际 袁世凯站上了作为临时大总统府的 前清陆军部衙前的阅兵台 他所检阅的部队 并不是自己一手打造的北洋新军 而是包括前清遗留的拱卫军 禁卫军等位数部队 共计一万一千余人 授阅队武延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 东单大街北上 行至陆军部东南角后 转向西逐次经过阅兵台 接受袁世凯的检阅 美国摄影师詹布鲁恩 就在检阅台对面拍摄了这次阅兵 这是袁世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镜头当中 在1914年12月23日冬至这一天 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行了祭天典礼 这被后人认为是袁世凯称帝前的一次预言 本组照片反映了袁世凯祭天的全过程 由美国摄影师詹布鲁恩所拍摄 祭天前的准备工作 对于祭天大典 袁世凯极其看重 早在祭天前三天 袁世凯就要求大家全部摘戒 同时发布命令要求各部官员客进职守 恭敬从事 以表示对祭天的敬畏 不仅如此 祭天当天袁世凯还通令个机关 学校休假一天 祭天使用的物品 焦天四点月城州 监制玉冠十二流 黄土神神扑碾道 行人遮蔽四排楼 这首诗出自民国初年参议院议员刘成瑜之首 说的就是袁世凯祭天时的场景 袁世凯乘坐竹以险教来到现场 当天的祭天流程是这样的 袁大总统乘坐装甲汽车 由中南海总统府驶出 随后在天坛南门外 换成双套马的朱金轿车 抵达昌门外时 再换成竹以险教 在朱起钱等人的引导下 前呼后拥地来到圆秋前 袁世凯身着十二张滚服 准备登上圆秋 袁世凯来到圆秋之后 先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 换上十二张滚服 然后登上圆秋进行祭天 袁世凯的祭文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三年12月23日 大总统袁世凯代表国民 敢昭告于上天曰 为天降见 急命于民 精爽视频 视听不远 时为东至 六气滋生 是尊以点 慎修礼物 竟以玉帛西奇 滋胜数品 被滋阴辽 支箭结成 上想 袁世凯正在祭天 祭天正式开始之后 袁世凯从南面 登上圆秋的第二层 朝北站定 等待篝火点起之后 他按照祭祀官的口令 深深鞠躬四次 文武百官也一起跟着鞠躬 同时 呈有兽血和兽毛的盘子 被端上了祭坛 此人是内务部长朱启前 他穿的是一等官员免领祭服 当线祭肉的音乐奏起 瘦血瘦毛马上被撤走 古乐声再次响起 接着斯四官念诵注文 乐声中有人翩翩起舞 袁世凯则举酒敬天 每篇注文读完后 袁世凯就朝祭坛磕四个头 文武百官也跟着一起磕头 现场的气氛显得隆重无比 此人是一等官员杨渡 此刻他身穿免领祭服 杨渡是袁世凯称帝的罪魁祸首 也是最大的推手 在1916年6月6日上午10点40分 袁世凯悲愤而死 袁世凯在弥留之际 就曾大声说到 杨渡误我 杨渡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他还给袁世凯送了一副碗帘 共和误民国 民国误共和 百事而后再平事遇 军县赴民工 民工赴军县 九泉之下三副思严 祭天现场手持羽毛的仪仗队 袁世凯很清楚 自己称帝很可能遭到 国民的强烈反对 但他还是决定通过一次祭天 来试探民心 祭祀当天每个栏杆旁 都站着身穿制服 头插羽毛 手持长矛的士兵 道路两旁200多名乐师 身穿坠心蓝底长袍 手持仿古仙琴的乐器 祭天开始的时候 现场肋骨明月 不论袁世凯是出自何种目的祭天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 这是他称帝前的一次预演 就连在京城的外国人 也一针见血指出 1915年是红线元年 为了给称帝做准备 袁世凯在北京天坛 按照皇家礼节 敬献了牺牲 这里的牺牲为名词 在古代牺牲指的是 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 祭天正式结束 袁世凯走下圆秋 在1915年12月 袁世凯宣布称帝 可是在83天后 就宣布取消帝制 在1916年的6月6日 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虽然袁世凯在遗嘱中提到 于之死孩 务赴国葬 由原家自行料理 但继任大总统黎元洪 还是发布了命令 为袁世凯举行国葬 在他出殡的那天 名炮108响 学校停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